我們到景福宮了 那現在大概九點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衛兵交接 前方遠方有一座山 這個山形 它的鷲皮看起來很厲害 那該查一下地圖好像是叫文王山 各位遊客 然後將在新立門廣場 舉行守門將關崗儀式 景福宮新立門前廣場舉行的 守門將交接儀式 是根據朝鲜時代的豐富資料 再現而來 朝鲜時代公平電力 會通過敲機大鼓 來宣布儀式的順序 是以吹打队演奏 守门军入场 接下来守门军根据行名整顿队形 为守门将交接仪式做准备 出演者的军服是根据始料在线的朝鲜处期 十五设计服装而制作 现在鸡大骨凝视开始进行交接仪式 现在两位守门将通过军用口令和守门将牌 互相确认身份不尽军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进来井窟宫 井窟宫现在的门票是3000韩元 大概75块台币 如果你穿韩服的话就不用钱了 那小朋友也不用钱 这边看起来有点像护城河 哇 这边地板还蛮原始的 没有铺涉水泥 前方是勤政地 这是草行皇帝 他们每天在开会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在从侧面拍摄的角度 我们现在在勤政殿的后方 想要进入施政人 然后要进入施政殿 这是日轨喔 今天是万春店 它很像是学堂 这边是康宁店 这应该看起来像是井 这间游区它里面帮的是酱料 酱料库 那这边有四一坪 那这边有四一坪 哇 朝鲜立王 住的地方好惬意喔 小桥流水 景福宫这边它算保存的蛮好的 那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物 所以你走在这个园区里面 会感觉很像在朝鲜时代一样 蛇生肖欸 鼠 牛 鼠 兔 龙 蛇 马 羊 牛 牛 鸡 狗 豬 好Cute喔 前方这栋是民宿博物馆 但我们没有要进去看 不然它建筑物非常雄伟 這应该是石墨 哇 这韩式礼法 但是它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家庭势力吧 小朋友你们在干嘛 这样不太好喔 这一间百味堂 它在民宿博物馆的旁边 它是一个独栋的 这种韩式老屋 那它也是一间网红咖啡店喔 我点了一杯拿铁 还有一杯拿铁冰淇淋 接下来我们要去北村 下来这边就是北村寒屋村 两侧都是寒屋 这边呢以前是贵族住的地方 那现在呢这些寒屋都还是有人住喔 大家都会在这边山顶上往下拍 拍这一整条的寒屋村 非常有特色喔 我们还在北村入十一街上 刚才原本要到这边的最高游望台 但是它还有收费 个人是六千韩元 所以我们决定不花钱进去 那这边呢就可以看到收尔塔喔 我们现在要慢慢下山了 这边开始进入北村的商店街了 我们现在要换来人事洞 这一洞就是你好人事洞 在你好人事洞的第一外 有一间很有名的点心店喔 它叫Brick Sand 前面这一间就是人人商场 那因为它这个韓文 它的字看起来很像人人 所以被台湾人叫做人人商场 那里面就是卖很多文创的小物 前面这一栋也太夸张了吧 一层楼有1 2 3 4 5 6 7 8 9 有9个这个压缩机 匿急恐惧症啊 这里面是分租套房吗 我们现在要前往 乐天的明洞总殿 然后呢现在经过这条清溪川 它的溪水很清澈喔 现在是下午4点钟 现在是下午4点钟 那我们要去首尔塔 先走去南山的缆车站 搭电梯上来后 我们现在来搭蓝车咯 那先去买票 蛮类似乌兰的蓝车 还要开了 很刺激喔 好久没脆车 好久没脆车 太好大了 離開藍車山後 這邊需要走一下 然後手塔就在前面了 這是這邊蠻有名的愛情所 這邊展望超級讚的 手塔 現在都很流行這種類型的展場 現在在等電梯 這個方向是往台北的方向喔 1430公里 這邊廁所太酷了吧 這邊都是這種愛情所 南山這個地方 在以前是韓國的一個情報中心 攬車下來的時候 我們來吃101號南山炸豬排 在藝人的劇中 金斗子和林美賢在南山附近的豬排店 然後認識開始約會 那就是這個場景 耶!我來朝聖了 太棒了 我點了一份南山炸豬排 看跟我手一樣大 如果大家剛好有來手塔 的話也可以在這邊吃一吃喔 我們現在要走回明洞飯店了 我們現在要走回明洞飯店了 然後這一條的坡度還蠻陡的 有那種九份的感覺 前面這一座就是明洞教堂 聽說在這邊非常有歷史喔 現在是星期天五點 所以現在是明洞時間還不能進去 明洞天主教堂 它建於1892年 1898年五月竣工 那它可以說是首爾天主教的中心 也是韓國天主教的象徵 那這一棟建築也是在韓國歷史上 最悠久的哥德斯建築之一喔 前面這間是Krit 那它應該叫做墓室 然後裡面有放以前傳教室的一台 那因為裡面不能攝影太早 然後我跟大家進去看 那非常的有數 這邊是教堂的背面 今天晚上要來看亂打秀 在首爾的非常有名 那我們是選擇明洞劇場 那他們有好幾個團 那今天是有擺設的這一團來做演出 這個是他們的劇場 那不過等一下演出就不能拍照了 現在在宏大 然後這邊就蠻有捷運中山站的感覺 在這條帶磚公園兩側很多餐廳 那也有很多很潮的咖啡店 這邊的氛圍有點像是公館 或者是四大附近的夜市 這間好像是透明的卡拉OK店 所以可以從外面看到裡面再唱卡拉OK 對面Kamander和Alet 應該算是很光明的品牌 然後在Kamander旁邊就是 Why is it? 那這個小黃人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店喔 然後這三間剛好就在旁邊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一次把它逛完 下一代宏大主街上 這走起來有一點像士林也是 這排球少年的快閃咖啡廳 UG高校 烏野高校 然後點了三杯飲料 哇這很酷耶 然後送杯點 還蠻特別的